大家好 我是鸡鸡 有网友问我 鸡鸡 王宝强老婆出轨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不看 人家的家世 我一般没什么兴趣 但相关的话题倒是可以聊聊 例如婚爱情啦 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喜欢调侃别人戴绿帽 每一个隐婚的男人都具备戴绿帽的可能 你在嘲笑别人的同时 说不定自己头顶着影绿的发光 所以不建议去研究别人的家丑 还有一些人会同情被戴绿帽的人 在一次被公开的婚爱情中 收益最大的往往是那个没有搞破鞋的受害者 这个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你要是问我我是怎么知道的 偏不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 婚爱情这种破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个世界每一天出轨的人比出生的人还多 如果上帝要求出轨的人全部上天接受审讯 估计天要塌下来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对出轨这件事情 如此痴迷不悟呢? 夫妻生活不和谐吗? 张爱玲小姐有句被管为流传的话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一个是红玫瑰 一个是白玫瑰 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 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沾了一粒犯链子 红的却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 这句话用到女人身上也一样 主要说的是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就会失去激情 没兴趣 那怎么办? 很多人因此而恐惧婚姻 不是因为兴趣会没有而感到恐惧 而是因为即便没有了兴趣 还要硬着头皮和一个看着毫无欲望的家伙 走完一辈子 我身边情感经历丰富的王先生 都有说过一句话 夫妻没了激情 不是说激情瞎亡了 而是引爆激情的导火索流失了 只要你找到那条导火索 激情还是会重新燃起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 我觉得老王这句话很有深度 夫妻之间除了起出两性的吸引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可以用来调节彼此的兴趣的 例如情绪用品 你们用了吗? 例如情绪小电影 你们看了吗? 例如情绪性幻想 你们一起试过了吗? 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来调节夫妻生活的呀 如果你说 我他妈都试过了 完毅了 怎么办? 真要走到这一步 那你比我牛逼 我不懂 反正爱情都是自私的 你给我的 不能也给别人 尤其是性 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一样 那我就不要了 不是不要你给我的 而是直接不要你 你想搞 那就尽情的去搞吧 不管我是 话说回来 婚外情也并不是一无可取的 拥有多个情人 可以锻炼你安排日常的能力 拥有这种能力 你就适合从事外交 安全 间谍之类的工作 都很赚钱的呦 但一定要注意 找情人 要看清情人的目的 会赢一件小礼物而感动的情人 才是真正对你有情的情人 而需要用奢侈品 才能打动的情人 你顶夺双个提款机 只是他提款的方式不同罢了 你深深有他的香水味 是你自给的自卑 你要的爱太完美 我永远都学不会 你 泽 haver这样的东西 启